送到公立医院去参加儿保 有可能会增加很高的交叉感染的风险 那社区医院的话 血液相关的检查都是做不了的 私立医院也不合适 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和不安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武斌 儿童保健呢又叫做儿童健康管理 如果小孩在发育和生长过程当中有一些异常 那么可以提前的进行医疗干预 这样的话能够让孩子就成长得更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家庭会在儿保这件事情上 非常的焦虑的原因 很希望给孩子最好的这样的医疗嘛 这也是我们家最开始在这件事情上 感觉到焦虑的一个根结吧 可以选择三个途径来做儿保 第一就是社区医院 第二呢是公立医院 第三呢就是私立医院 我们家孩子是公立医院出生 那我们最开始想的就是送到公立医院去参加儿保 最好的就是华西医院嘛 但是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华西医院肯定人很多 而且那儿会有很多患儿 送到那儿去儿儿保的话 有可能会增加很高的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 因为人多所以就会很挤 然后又会用很多的时间也会消耗很多的精力 这不单单是对父母的消耗 也是对孩子的消耗 觉得挺折腾的吧 然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就还剩下两个途径了 一个呢就是社区医院 还有个就是私立医院 那社区医院的话 孩子没满月的这段时间里头呢 都是送到社区医院进行儿保的 那就会发现这个医生的手法还是比较粗暴的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条件其实是比较简陋的 那如果涉及到相关的神经发育啊 血液相关的检查啊 可能都是做不了的 那去参加私立的儿保吧 结果我们去了私立的这种儿童医院之后 就出问题了 为什么会哭呢 就是因为私立医院也不合适 第一是私立医院特别远 第二是那儿没有停车位 然后第三是价格还挺高 然后一问了之后呢 只是说多了一些问卷调查 这会让我们很犹豫啊 第二个呢就是我也给了他一些压力 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对儿保并不是那么的理解和了解 聊一聊身高啊 测测体重 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是后来通过我的学习 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啊 第三呢就是一种强大的落差 因为在他怀孕之后 就会不断的去医院进行检查 那医生是一直陪伴着他的 这会给他莫大的支持 但是当生完孩子回到家之后 特别是满月之后 这个医生所给到的支持就消失了 这会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落差 所以他就有一种不安 有一种担心会越来越强烈 但是现在我说的这些是我们之后开家庭会 甚至是两三次的开家庭会 才逐渐的清晰出来的这些内容 其实最根结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儿保的无知 而这种无知呢就会带来很多恐惧 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没给孩子提供好条件啊 那我们知道自己是无知 我们就学习嘛 于是就查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看了很多的书 关于儿保的书呢其实也挺多的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西尔斯 崔玉涛还有一些可能我不知道的 有一本今天想要跟大家推荐的书啊 是这本 当然我不是卖书啊 我真的是觉得这本书真的值得推荐 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 它薄 正经说就是它写的精烈 我一晚上的时间就把它读弯了 同时呢它是儿保课的医生写的 所以它写的很专业 基本上涵盖了小孩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家长最担心也是孩子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也挺全面 鉴于这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推荐 再有一个就是这本书当中 说到他们正在写的公众号 叫于妈妈 就是介绍儿保科的一些知识 这个公众号到现在呢 也不是由于涛这一位医生来写了 而是华西儿保科的很多医生 一起来参与了 所以这个公众号的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也希望它能够更多的帮助到大家 通过学习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事儿吧 就是儿保的这个医疗资源啊 它并不是无限的 像我们这样一个比较幸运的家庭啊 孩子是足月出生 并且它的健康方面没有任何明显的问题的这种孩子 在华西医院的本部是不接受这样的孩子来进行儿保的 这样一些比较优质的医疗资源 其实只开放给那些不足月出生的早产儿 以及那些在健康方面有明显的一些问题的孩子 就是应该开放给需要他们的人去用吧 对吧 像我们这种呢 医生就直接建议就去社区儿保 如果有社区儿保做不了的这些检查呢 你们就到这个医院儿科直接开这个全面体检进行检查 这就是一个对于你们家孩子最优的选择了 我们家就按照这个医生的建议 做了这样一个选择 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也有了一个更深入的思考 就是说你说这个儿保吧 它算一种医疗资源嘛 那未来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还有社会资源 还有环境资源 各种各样的资源 如果我们家老像现在这样 老往上看啊 就是觉得一说儿保排序 公立医院 私立医院 老想着说有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孩子服务 这个东西啊 就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和不安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最后解决的时候 会发现我们是向内看的 就是发现到我们家孩子 明明是昨月出生 并且健康没问题嘛 就是这个社区医院啊 又不用排队 对吧 如果到了一定月龄 该怎么检查 去公立医院检查嘛 这不很简简单单一件事吗 我就觉得 是不是在做其他更多的 在孩子的选择的这些事情上 我们也能开始向内看 看见自己孩子 看见我们的状态 甚至看见我们家的经济状态嘛 那最好的东西很贵嘛 我们就买不起嘛 对吧 这么一想呢 我就觉得 也许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 想想什么 它是最适合咱们的 也许最适合咱们的 就是最好的 最后就祝您的孩子 有一个最佳的 二宝宝案 好吧 拜拜